大家好,欢迎你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4年7月11日,星期四 我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赖清德最近的疯狂表现 他好像现在是疯了吧 他是520上台之后一个月之内就连续对大陆烧了三把火 大肆的鼓吹什么互不隶属,实际上就是两国论 实际上就是台独 那么之后他现在又对蔡英文之前的得力干将郑文灿下手 这次下手是非常的凶狠 在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郑文灿在机场就把他抓起来了 不仅仅说在机场,当天还是他的生日可谓是非常的狠毒 大家就觉得说现在绿营的内部的斗争是白热化了 那么他搞这个郑文灿啊 实际上就是搞蔡英文啊 现在呢就岛内有一种说法啊,人们都认为这个赖清德啊,他不是说打狗给主人看啊 他打完狗可能要打主人了,下一步呢可能就是要搞这个蔡英文啊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因为郑文灿他不是桃园市长嘛 担任市长期间的一些操作啊,有受贿 受贿的数额呢非常的巨大 说是什么上亿啊,十几亿啊,几十亿啊,这么多 那么郑文灿呢被抓了以后很快呢就交保五百万保释啊 但是控方啊,马上就要求这个上诉啊 台湾叫抗告 抗告完了以后呢,二审又把这个交保的五百万提高了一倍多 涨到了一千二百万啊 那么完了以后呢,这个监控方啊再一次的抗告 仍然是不服,要抗告 现在呢,二审就把这个案件又发回到了一审法院 重新进行审理啊 说是今天上庭的时候呢 就郑文灿啊,一改前两次上庭的时候的态度啊 第一次上庭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没罪啊 第二次上庭的时候呢,就有点那个得意洋洋呢 就觉得我交一千二百万,我提高一倍多 难道还不能够获得保释吗?你还会上告吗? 他没有想到这个监控方啊,仍然是抗告啊 那他现在呢,就是上庭以后啊 大脸铁青啊,表情非常的严肃啊 觉得呢,未来是堪忧啊 很明显的这个监控方抗告呢,并不是钱的问题啊 无论是法庭判多少的这个保释金 监控方肯定是抗告到底的呀 很明显这目的,就不能让郑文灿到外面去 那么监控一方的理由呢,就是如果他获得保释的话 他很有可能串供的呀 因为呢,这件事情它是涉及到很多人,对不对 那他这个受贿呢,肯定牵扯到好多人啊 他们之间如果是串供的话,到了法庭上 那监控一方不是工作都白做了吗 所以呢,一定得把郑文灿呢,给他积压起来啊 让他跟别人不能进行联络,不能进行交流 那么现在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郑文灿啊,在当这个桃园市长期间啊 他有一系列的贪污的行为啊 其他的市长也是一样啊 所以其他的市长现在呢,也岌岌可危啊 比如说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现在民间的呼声呢,就特别高啊 觉得这个赖清德搞完郑文灿以后 下一个就是这个柯文哲了 那柯文哲就出来说啊 深圳不怕影子邪啊 没做亏欺事不怕鬼敲门 说我是不怕的 但是呢,绿美那边有说啊 柯文哲在当台北市长期间呢 也有好多问题 类似于像郑文灿当桃园市长期间的这事啊 是一样的 另外呢,坊间还说哈 柯文哲如果是被提告的话啊 那么柯文哲这边呢 一定会反扑的 反扑这个赖清德啊 说赖清德也有事啊 赖清德也是不干净的 如果反扑的话也会把赖清德给拿下的 现在就是说台湾这边呢 就乱套了 我想呢,他们不管谁咬谁啊 我想呢,就是一咬一个准 为什么呀 台湾的腐败啊 它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们大陆的民众呢 也都是有所耳闻 是吧 因为台湾那边的一些讨论 也都传到大陆来 我们都知道他们那些事啊 那么我看到有媒体啊 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 就说这个郑文灿之后 赖清德会搞谁啊 那么有那么几个人选啊 第一就是柯文哲 他的得票率呢 是71%啊 民众有71%的这个民意啊 就认为下一个一定是柯文哲 那么还有17%的民意认为呢 下一个是蔡英文 还有10%的民意认为 下一个是陈其迈啊 所以说台湾啊 现在真的是 这个大戏啊 内斗大戏 有的看了 赖清德呢 就是在绿营的内部啊 大搞这个党内斗争 然后下一步呢 有可能这把火呢 能烧到党外去啊 烧到白党啊 柯文哲那个党叫白党 对吧 然后呢 会不会烧到国民党呢 肯定是会的啊 那么国民党这边啊 在这个民进党压制了这么多年以来啊 虽然说呢 还比较可能是收敛啊 但是他们也是有事的啊 比如说之前的时候呢 我还听那个邱毅就说啊 实际上桃源的这个地产弊案啊 这里面国民党的官员啊 议员啊 什么的啊 议员了啊 也是有事的啊 那蔡英文呢 也是有事的啊 据说美国卖给台湾军火 那么有很多人从中 就是拿好处的 美国还有呢 卖给台湾那个大飞机啊 什么之类的啊 他也是有事的啊 那么已经是确凿事实的呢 就是啊 蔡英文 那个总统专机 到美国到那个南美去访问 然后顺便走美国的那专机 不是还走私香烟的吗 这已经是真相大白的啊 已经是铁的事实了呀 对不对 如果说哈 他们都能利用这样的机会 走私香烟的话 那么还有什么事 他们干不了的呀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无论谁咬谁啊 肯定是一咬一个准啊 咱们就等着看就得了 对吧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啊 这个赖清德啊 他这样搞 他是为了什么呀 他是疯了吗 我想呢 他不是啊 他就是一个 十足的台独分子 他就是想搞台独啊 搞台独要踢开所有的障碍 那么他上台以后呢 一个月之内啊 连踢三角 对不对 在520讲话的时候呢 就大肆的鼓吹这个户部隶属啊 完了以后呢 还接受了美国的这个Times的采访啊 也是啊 坚持说这个户部隶属啊 一直到黄埔军校一百周年啊 这个黄埔军校啊 这个事情 他本身他就说明了一个中国 他就说明了一个中国 他去参加黄埔军校 那黄埔军校 他在这个主席台上面啊 黄埔军校他们就在阅兵的时候 演奏的那黄埔军校那个笑歌啊 那个本身里面啊 说的全都是一个中国的事情 对不对 黄埔军校本来 他就是在大陆 他成立了黄埔军校 他还是一个国共合作的产物 对吧 那歌词里面都体现了这些个历史啊 哎他就在台上啊 他就能跟没事似的 那么他的讲话的时候 仍然能够大吹而特吹说这个 两岸胡不利说 这不正眼说瞎话吗 对不对 完了以后大陆出台的一些个政策呢 直接呢就针对的 就是他这个台独梦 对吧 按说呢 他应该收敛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赖清德啊 仍然是毫不收敛啊 现在呢 看起来他是打击的是郑文灿啊 完了以后呢 再打击这个蔡英文啊 他内部的分歧对立面 那完了以后 肯定是会再打击什么柯文哲呀 还有国民党啊 什么的 他这是什么 就是扫出一几啊 你跟我意见不一致啊 我就清楚你啊 那么今天我看到台湾这边啊 又有一个新闻 哎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真的是说明了赖清德是多么的嚣张啊 他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驻台湾的那个办事处 AIT啊 AIT的那个处长 那个最大的领导叫处长 AIT的那个处长啊 他今天的时候呢 就见了这个赖清德啊 那么他这个谈话过程啊 有记者在场啊 都录下来的 但是呢 都是说英文 对吧 那么说英文的里头的内容显示哈 AIT就指出来说 就是美国长期的这个一中政策啊 是有效的 但是呢 就他讲话里面提到这个一中政策啊 赖清德当局啊 在事后发的这个新闻稿里面 就把一中这部分就给抹去了 台湾叫消音啊 本来这个声音是有的 他给他消去了啊 跟民众所交代的AIT和他之间的这个会议啊 看起来就不涉及一中的这个问题啊 你说他胆大不大 胆大不大 AIT为什么说跟他会面的时候 强调这个一中政策 实际上呢 就是想让他说呢 你收敛点啊 不要把这事搞这么大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就把这块给消掉了 你说这个赖清德是什么用意啊 真的是非常的疯狂啊 连美国都不放在眼里啊 有的人说啊 消音这时候活啊 以前蔡英文也干过啊 但是呢 蔡英文干的那个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那个议员到台湾来啊 他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呢 就提到你们赶紧买我们的大飞机啊 然后呢 蔡英文当局的那新闻稿里面啊 就把买大飞机的这块呢 就给他这个消掉了 还有就现场的翻译就没翻译 这句话啊 赶紧买大飞机的这句话啊 那么蓝英就说呢 就是这个绿营啊 消音啊 那么这个呢 还只是说 就是说他们那种猫腻啊 那种经济上的交易啊 他给他消音了 可是呢 现在这个一中政策的东西呢 这个事呢 他不是说涉及他们之间的一个猫腻啊 对不对 他是有关台湾 有关台湾人民 有关海峡两岸 有关中国大陆的呀 全都是有关的 你现在给他消音了 对不对 你说这事 你不是赖清德就搞这个阴谋诡计吗 你不是搞杨梦烟尾吗 你这样直接就把美国的嘴都给捂住了 这事是不是有点大呢 是不是有点疯狂呢 对不对 目的是啥呀 目的很显然 就是不让这个一中政策盖住他那个两岸互不隶属呗 对不对 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中国的那个航空母舰山东舰呀 现在在这个怎么讲啊 反正就是在台湾菲律宾的那个附近吧 在那个地方带着整个的一个舰队呢 就在那儿练习或者是演习啊 应该说是练习啊 这个事呢 几天前就发生了事啊 也许你注意到啊 台湾的媒体呢 都在讨论 说这个山东舰带领的这个舰队啊 说有56架还是65架的战机啊 在那儿就是飞来飞去啊 飞上飞下的啊 那么台湾呢 就特别紧张啊 但是呢 有的人指出来说啊 这个山东舰呢 他现在就是突破第一岛链啊 往这个第一岛链以外的地区呢 就挺近啊 而且呢 他进行这个56架战机啊 或者65架战机进行起飞的这件事情啊 说不是针对台湾的啊 为什么说不是针对台湾呢 因为他那个地点啊 并不是在巴士海峡 之前呢 有媒体那么报道说在巴士海峡 说实际上呢 是在这个巴士海峡附近另外的一个海峡 叫巴林堂海峡 那么在菲律宾的北部啊 和台湾之间的那个海峡啊 离台湾比较近的那个呢 叫巴士海峡 然后呢 还有另外的一个海峡跟他并行呢 就叫巴林堂海峡 巴林堂海峡是和菲律宾离的比较近的啊 和台湾之间还隔着一个巴士海峡 所以现在台湾方面啊 就有一点放松了啊 没有那么紧张了 觉得啊 这不是针对台湾的 但是呢 今天啊 有网友啊 给我发了一篇文章啊 就山东舰的整个的这个编队啊 在这个地方进行的这种活动啊 还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啊 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啊 这个报道说啊 外舰挑衅我航母 延安舰海上拼刺刀 一脚油门逼停 这是一个叫兵器集中营的一个博主啊 这个博主的这篇文章就说啊 据小央视频爆料啊 小央视频就是中央电视台了 就是他们对中央电视台的这种逆称啊 小央视频爆料 在一次编队航行当中 山东舰遭遇到了外舰的恶意接近 在紧急关头 山东号的戴刀侍卫005大区延安舰 立刻出击 一脚油门就把那外舰逼停了 那么这里面就提到外舰 现在我看到呢 很多人也在猜测啊 这个外舰指的是谁啊 那我想呢 这个外舰一定指的是美国了 为什么呀 如果他是菲律宾的军舰啊 他们就会指出来这是菲律宾的军舰啊 但是呢菲律宾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军舰啊 敢挑衅航母的 他这个肯定不是菲律宾啊 然后呢 是不是日本的呀 如果是日本的话呢 那么他也会说啊 点出来就日本啊 而且呢 如果是有这种事啊 日本可能会叫唤呀 当然我因为没有听到日本叫唤 当然我们也没有听到美国叫唤啊 美国不叫唤 美国一般的来说啊 这个丢人现眼的事 他们就不言语了 就敲没声的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博主就说了 根据视频当中 指挥员刘盛海所说啊 当时外舰直直的就朝着山东舰抵近侦察 速度极快啊 解放军发现这个态势以后呢 果断下令 延安舰全速前进 通过航速机动 强硬的拦截对方的靠近啊 这个场面你可以看出来吗 就是这个山东舰啊 就发现这个敌舰啊 全速就向着山东舰啊 就来了 速度极快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的指挥官发现这个以后呢 就下令啊 延安舰上啊 延安舰呢 马上就全速前进啊 到了这个跟前以后呢 马上噓噓噓一个急刹车 然后呢 就把那个敌舰给逼挺了 这个看来就是呢 中央电视台发了一个视频啊 是指挥员刘生海啊 在这个视频里面讲的 刘生海表示说 如果外舰不减速的话啊 延安舰极有可能和外舰相撞 你想055大区这么大一大家伙啊 怎么这么灵活啊 是吗 这个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然后这博主说啊 大家可能觉得啊 这是速度与激情的海上版 但在现实当中啊 这种对峙极其危险 一旦两舰发生碰撞 那么后果将无法估量 我想通过这一操作呢 美国的这个舰艇啊 就得老实点啊 他那些走狗啊 什么日本啊 菲律宾啊 韩国啊 也都得老实点啊 然后这博主说了啊 延安舰的这种操作啊 就是在拼刺刀啊 而这种敢拼刺刀 用亮舰的背后 就是解放军的一往无前 就像刘盛海所说的 不管我们出什么事情 绝不能让航母出事 我们没有选择退让的余地 必须敢于亮舰 这次延安舰的表现 给了那些妄图挑衅 意外势力 一个响亮的耳光 但是这些外舰 为什么会主动靠近 我们的山东舰呢 有专家分析认为啊 此次前来挑衅的战舰 极有可能 美日等国的军舰 美军早就看中国不爽了 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强 已经威胁到了 美国的霸主地位 所以他们一再挑衅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 削弱我们的军事威慑力 这次事件呢 正是他们进行军事压力测试的一部分 他想测一测啊 中国的军舰看你怕不怕 看你推缩不推缩 看你有没有什么招 看你有没有什么能力 这次的测试怎么样 这个博主说哈 而且美军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更是惯犯 这就指出来了 这就是美国的驱逐舰啊 美军之前就多次派出军舰 通过近距离侦察 企图获取我们航母编队的信息 比如说航速啊 舰载机配置啊 等关键数据啊 这些数据一旦落入对方手中 无异于把自己的家里儿全都暴露出去 对中国航母编队的防御体系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漏洞 这个我觉得好像中国也不怕他吧 这航速和这个舰载机的配置 尤其舰载机的配置从太空能看到吧 航速好像从远处也能够测试出来吧 这个分析呢 我觉得还是不太有那个啊 我觉得就是这个美国啊 就想吓唬中国啊 测试你的抗压能力 然后呢 这个博主说哈 而航母本身其实并没有多强的防御力 主要是依赖护卫舰和驱逐舰提供保护 055大驱作为山东号的带刀侍卫 可不是空有头衔 它作为中国海军新一代的大型驱逐舰 拥有出色的反舰防空和反潜的功能 尤其是在面对这种近距离骚扰的时候 055的高机动性和强大火力 无疑成了航母编队的坚实盾牌 可以这么说啊 正是因为有了延安舰的护航 山东舰才能在如此复杂的海域中安全的航行 而在这次的事件中 延安舰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成功的拦截了外舰 更是让域外势力彻底感受到了005大驱的实力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中美之间在海上发生这样的对峙了 多年前 中国的一架轰-6轰炸机执行任务时 就曾经遭到美军小英号航母上两架F-14战斗机的加逼 当时两架F-14一直跟踪逼近中国军机 直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附近的空域 才在中国派出的苏-27战斗机干预下被迫撤离 这样的潜力表明 外军不仅了解各国航母的防线 更是常常的尝试突破与骚扰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 随着中国科技和综合实力的增长 美国发现单打独斗 根本无法遏止中国的崛起 于是联合全球盟友来牵制中国 即便如此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压制 特别是在海上对决中 中国的海警船只已经多次的穿插美军的第一岛辆 美军小动作频频却收小甚微 这真真切切的显示了美军作为纸老虎的本质 解放军的亮剑让世界能更清楚的看到 中国捍卫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实力 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我们将一如既往勇往直前 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的每一寸海江 这是我说的 虽然这是一个网名 好像是一个网上的博主 但是你听他的口气 他就是中国官方 就是央视环球时报里面的那些个记者 或者是那些专家他们的一个发言 这个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关于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 他前两天所发布的台湾是叛乱政权的说法 所引起来了台湾方面统派 台湾方面蓝营的反弹 现在都引起来了两岸 就是这些名嘴和大陆的网民 在网上都展开了大辩论 甚至可以说 现在都形成了一种骂战的这么一个阵势 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就是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名嘴 有一些呢就是专家呀教授啊 有一些呢就是媒体人啊 还有一些呢以前担任过官员的呀 那么现在呢就在媒体上发言对吧 那么有一些人呢有一定的影响力啊 我们管他叫做这个名嘴啊 那么台湾的名嘴呢我们看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呢 他们是向着这个大陆说话的啊 那么有的人呢就被大陆的民众呢所接受啊 认为他们是这个统派啊 但是呢有很多人呢也不接受啊 认为呢他们虽然说现在他们说话上呢 是向着这个大陆的 有的时候向着大陆 但是他们骨子里面仍然是独派的 也就是说啊像赖清德他们呢是明着搞台独 有些人呢实际上是暗独啊 他的内心里面最上呢虽然不说 但是内心里面呢仍然是台独 这个叫暗独啊 那么就是这个名嘴之一蔡正元啊 蔡正元呢可以说啊 在台湾这些名嘴里面啊 他还是主张统一可能是呢最直白的一个啊 起码他自己啊 他说他是统一派啊 那么现在呢 他的对卢沙也的叛乱重拳说的这个回应啊 就让大陆认为啊 他暗独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知道呢 卢沙也在中法建交啊 庆祝的一个讨论会上啊 应该是被记者当问到这个台湾问题的时候呢 他的一个表态啊 他就说呢 实际上呢 国共这个内战啊 仍然是没有结束啊 从来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论啊 双方没有坐下来进行谈判说 内战就结束了啊 有一个定论 只有没有 那内战竟然是没有结束啊 那么一切和中央政府相对抗的这个政权呢 他就是叛乱政权 也就是说呢 现在啊 就只有台湾了呀 就台湾的这个政权呢 他就是一个叛乱政权啊 其实呢 这个是非常是有道理了 而且呢 他也是事实 对吧 虽然是说中国中央政府啊 从来都没有明确的这样说过啊 但是呢 那你从这个法理上啊 从政治上 那你如何定性呢 就只能是像卢山野这样定性啊 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啊 其实呢 明确的说这个内战是没有结束啊 虽然说没有说它是一个叛乱政权啊 那你内战没有结束啊 就顺利成战 你就是一个叛乱政权嘛 这样一来啊 那些没有叫嚣台独的那些呢 哎 就坐不住了啊 蔡政元就是其中的一个了 蔡政元就说什么呢 蔡政元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就说 说你卢山野啊 你只是一个驻法的大使啊 你是驻法大使啊 跟法国之间的关系 你的任务呢 就是执行中央的这个政策啊 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啊 去搞好 去落实中央交给你办理的 中国法国之间关系的问题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啊 你现在在这呢 大谈而特谈这个台湾问题啊 台湾跟这个法国有关系吗 根本就跟法国没有关系啊 你卢山野根本就没有权利 对台湾的这件事情啊 来指手画脚啊 然后呢 他还毫不客气的说什么啊 说作为一个大使啊 一个外交官啊 最忌讳的就是嘴碎啊 他说啊 是个嘴碎的外交官啊 绝不是一个好的外交官 说卢山野就是个嘴碎的外交官啊 这是一开始这个蔡正元的一个表态啊 那他这个表态完了以后呢 大陆有很多人就说了啊 说卢山野就是完全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啊 你蔡正元你跑出来啊 你跳脚你不干啊 那么就暴露了你蔡正元的这种 暗毒的这种心理了 你这狐狸尾巴呢 就露出来了 一时间在网上呢 这个蔡正元之前的时候呢 大陆的网民对他是一片的赞扬的声音啊 现在这个声音呢 哎就出来了 这个蔡正元呢 他就坐不住了 最近就坐不住了啊 那么这两天呢 他出来回应了 我看到他是和那个黄永明啊 做了一个节目 在这里面进行的回应啊 然后黄永明啊 就说哈 说这个邱毅啊 黄之谦啊 他们哈 尤其是邱毅吧 是邱毅说的啊 邱毅说呢 说这个卢山野啊 这样的一个表态啊 实际上呢 他代表的是中央政府的 如果中央政府不首肯 他这样的一个定性的话呢 那么他不会这样表态的啊 那么黄永明呢 就提醒这个蔡正元说啊 邱毅是这么说的啊 然后这个蔡正元就说了啊 他说呢 哎 我不管啊 谁首肯 我修理赖清德的时候呢 我就不管赖清德说的话呢 是不是得到了美国的这个首肯 那么我现在修理这个卢山野的时候呢 我就不管是不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首肯 你看啊 他多狂啊 我认为这个蔡正元啊 他就是这段时间以来啊 大陆对他的发言啊 给予了肯定啊 让他成为了一个正面人物啊 受到了大陆网民的追捧啊 我觉得他就是膨胀了 他甚至他还说什么啊 怎么能把这个台湾啊 定义为一个叛乱政权呢 你认为如果叛乱政权的话呢 那么你还跟他谈什么劲啊 你就打呀 你打呀 你有这胆吗 你又没有这胆来打 对不对 还说什么叛乱政权啊 哇 这个蔡正元呢 你说这话 你就不直指了中央政府了吗 对不对 那我还听这个网友说啊 蔡正元说 早就直指习近平了 说蔡正元曾经还说过什么呢 他还说过啊 习近平啊 根本就不想打啊 习近平甚至呢 他根本就不想统一啊 中国要想实现对台湾的统一的话呢 除非是换人啊 换领导人啊 我都没有直接听他这么说过 但是网友跟我是这么说的啊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啊 反馈一下 你们是不是直接就听蔡正元是这么说的啊 如果蔡正元这么说的话呢 蔡正元真的是啊 太过狂妄了 太过狂妄了 那么这个蔡正元啊 他就说 那如果说台湾的政权是叛乱政权的话呢 还追求什么和平统一 还追求什么谈判啊 谈个什么劲儿 就只有打呀 那么他这话呢 我就看到啊 还有那个阿里昂啊 也说了这话啊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了 阿亮那么说的啊 阿亮他怎么说的呢 阿亮就是说啊 说这个卢沙野这么说啊 就是不明智的 为什么不明智呢 如果说卢沙野说的话啊 是指 仅指 赖清德 这个台独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成立的 他是叛乱政权啊 那么问题就来了啊 假如说下一次的大选啊 国民党执政了 国民党执政了 国民党是承认这个 就二共识的一个中国的啊 如果国民党执政了的话 那么这个政权 还是叛乱政权吗 那这个阿亮哈就提出来了 这么一个问题啊 现在呢台湾方面啊 这些人我认为啊 他们就是有一个糊涂的认识啊 觉得说你承认九二共识就行了 只要是承认九二共识的 就不是台独啊 那么我们就知道啊 九二共识是一个什么内容啊 九二共识呢 就是两边呢 都承认一个中国 两边都追求国家统一啊 然后呢 这一个中国啊 就不进行表述啊 九二共识里面都没有这句话啊 说白了啊 这九二共识呢 它是一个模糊化的模糊化 当时呢 九二共识啊 走出了很大的一步啊 如果再继续往前走的话呢 就有可能啊 有一些东西啊 就让它清晰起来 或者是慢慢的清晰起来啊 那么当时呢 它就是模糊化的啊 台湾有一些人啊 他就说啊 我们承认九二共识啊 然后呢 我们就不是这个独派 你就不能叫做这个叛乱政权啊 这个想法啊 其实是不对的 就是玩花招 玩事实独立 实际上 你说你追求统一 你如何追求统一吧 你告诉我 对不对 国民党这边如何追求统一 阿亮还说 假如是这个马英九执政呢 马英九执政也一样啊 大陆很多的民众都认为 马英九就是一个暗赌啊 马英九并没有主张统一啊 国民党现在有人站出来说我们现在推动统一吗 有吗 根本就没有啊 九二共识说实在是他应付大陆啊 我私下里面哈就有台湾同胞啊 有一些真正的是追求统一的这个台湾同胞啊 他们就跟我说啊 不止一个人啊 有好几个呢 我的观众啊 就跟我说啊 大陆就是被国民党这帮人给骗了 就被他们骗了 包括马英九 这两次到大陆去所谓的寻阻啊 都是被他骗了 马英九有说统一吗 压根就没有说啊 一切不说统一的都是毒 都是毒 以为大陆不知道吗 大陆傻吗 对不对 大陆只不过是现在哈 我现在还不对你动手的时候啊 我没有必要去跟你较着真儿而已啊 我就是有些东西呢 我不提 并不代表着说呢 我就是赞同你那个说法了 我直播不提啊 然后再说回来 就是卢沙也的这件事情啊 我认为啊 这是不是大陆政府啊 所玩的一个小技巧啊 通过卢沙也就放出来这个话以后呢 就引起来你这些个赞同九二共识啊 试图把统一这个问题模糊化的啊 把这个台独这个问题模糊化的这些人呢 让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你自己能不能把这个话给说圆了 对不对 说什么 如果是叛乱政权 还和他谈什么叛呢 费什么话呀 费什么话呀 那两军对峙的时候永远是有谈判的 敌对那双方永远是有谈判这一步的 对不对 就包括那杀人犯啊 恐怖分子 对不对 和警察对峙的时候 我们也有谈判专家来和他进行谈判呀 对不对 谈判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说只和友方进行的一个行为 相反啊 经常是和敌方之间才会存在一个谈判 和友方哪里有谈判呀 和友方就是讨论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现在像蔡正元啊 就阿亮啊 对于这个认识呢 都是模糊的 那么我在第一时间我就说啊 就是卢山也说的对呀 对不对 什么叫叛乱政权啊 什么叫叛乱政权啊 这一个国家呢 就只有一个合法政权 如果还有另外的一个政权 它就是叛乱政权啊 它就是 对不对 它就是叛乱政权啊 你不管是这个政权啊 建立之初所遗留的 还是这个政权这个执政过程当中新产生的 只要是和这个合法的政权啊 不一致的 就是叛乱政权 就这么简单呀 你有别的解释吗 你是一个什么政权 你和中央的那个政权是一致的吗 是吗 根本就不是好吧 而且你是要打谁的呀 对不对 你这就是 马阳就上台以后 难道能够把这个武装解除吗 能解除吗 是不是不能 不能 这个拥有这个军队的这个政权 它就是一个叛乱政权啊 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呢 通过卢山也这件事情啊 它一个正面的益处呢 就是啊 让这些啊 一天到晚呢 觉得他在中国大陆讨好的这些人啊 还以为大陆呢 就是认可他们这些人 像蔡正元 郭正亮这样的啊 就让他们得想一想了 我认为台湾呢 差不多有一个算一个呢 都是啊 差不多我只能说啊 就什么样的人都 我就问你哈 就那些把离开台湾出境啊 叫出国 从境外回到台湾 叫回国的这些人啊 这全都是台独分子 全都是台独分子 因为台湾 它压根就不是一个国 还有那些个 就指责民进党当局啊 又失掉一个邦交国呀 我们应该如何不失掉邦交国呀 这都是台独啊 是不是 你如果是一个统一派的话 你就该说 哇 你看啊 这些邦交国的事 就不应该有邦交国呀 就不应该有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你们都问问你们自己 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对不对 有没有自相矛盾的 如果你也标榜着 你是一个统派的话 对不对 再又是啊 不要觉得说啊 我不主张这个台湾 我不主张中华民国台湾 我就是主张中华民国 就对了 不对 中华民国不存在 中华民国早就是不存在了 早就不存在了 中华民国以前存在 以前是合法的 不代表现在是合法的 就好像是清朝建立以后 那个明朝的那些 南明的那些 是不被承认 不被存在的 那些都是非法的 我们如果说 学这个中国历史的话啊 明朝就在什么时候就结束了 谁是最后一个皇帝啊 就是上吊的那个崇祯皇帝啊 在后来南明的一概都不承认 一概都不承认 不是说明朝不是一个合法的 明朝在之前是合法之后 就不合法了 台湾就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在之前的时候是合法的啊 代表中国的 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就依然不存在 就是不合法的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聊一件事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 郭正亮啊 阿亮 阿亮呢 是一个这个名嘴啊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啊 现在在中国国内的网络 社交平台上啊 阿亮好像也有账号啊 之前的时候呢 有一些网友啊 就跟我说 说韩美啊 你在这个YouTube上搞这个哈 我们老得翻墙来看 就特别不方便 你能不能在国内的平台上搞啊 那我一开始 我就说啊 国内的平台不行啊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啊 不能弄啊 然后有一些网友就跟我说啊 我帮你弄啊 有好多网友自告奋勇 就帮我弄啊 就弄也不行啊 就是国内的平台呢 就是你个人就不行 必须得是在大陆注册的那种媒体公司才行 而且呢 他们得审查哈 你说这个政治这方面呢 特别特别的严格 特别严格 那么从这个呢 我们就知道哈 就是郭正亮 他在大陆的媒体上 他出现了 那他就一定是和国内的那种媒体公司合作的 这肯定的 那前两天的时候呢 这郭正亮啊 就去了一趟大陆啊 去了一趟深圳啊 他挺开心的 他还就是广而告知啊 大家都知道他去了深圳啊 可是现在你知道吗 郭正亮深圳行啊 去了一趟 惹了一身骚啊 然后昨天的时候呢 我看到哈 郭正亮不得不把他去深圳这一趟的 这个行程啊 这个录像的完整版放出来了 一澄清啊 现在可能就很难说清楚啊 因为他的这件事情啊 说是已经就传到全世界各地了 就连这个澳大利亚啊 新西兰啊 他们这个媒体啊都在追郭正亮的这个剧啊 吃郭正亮这个瓜呀 他是一个什么瓜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就是郭正亮在国内的平台上出现 他一定要和大陆的这个媒体公司合作啊 就果不其然啊 这个视频里面出现的就是他这次到这个深圳行啊 就有一个女孩她叫三妹啊 非常的漂亮啊 就这个三妹呢 她接待她 然后呢 还去这个卡拉OK啊 唱歌啊 然后唱那个男女生合唱的那种歌啊 就是他那个唱男女生合唱的这个歌啊 就让台湾的绿媒呢 大肆的进行炒作啊 那么台湾这个民进党啊 不光是台湾民进党啊 所有的就是进行这种选举的阵营对抗的这种啊 他就是一贯的啊抹黑对方 以前的时候呢 他就是抹黑 那后来呢 美国就是制造了一个政治不正确啊 就是和中国有联系的就是政治不正确啊 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抹红 如果要攻击对方的话呢 除了抹黑啊 就是抹红 那现在呢 民进党又出来什么 那现在对郭正亮就是抹黄 抹黄 郭正亮哎 去大陆了啊 长期以来就是发言和民进党调调不一致啊 也就算了 你既然呢 现在还跑到大陆去了啊 还有美女接待你啊 然后呢 就开始抹黄啊 那么关于郭正亮这黄段子呢 都传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媒体去了 那么这里面这个接待她的这个美女三妹啊 现在是火遍了全世界了 说这个三妹哈 她是已婚人士啊 人家 她老公呢 是台湾人啊 还是啊 然后我现在看到呢 台湾的媒体啊 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介大使啊 还出面就是说啊 介大使说 我们这些台湾的媒体人都认识这个三妹啊 为什么认识这三妹呢 就是她老公是台湾人啊 他们全都是很熟的 三妹还经常到台湾去啊 说这三妹呢 她以前也是记者啊 还是主持人啊 就是她以前也是一个媒体人 现在就是下海了嘛 就是自己单干了 现在就寻求和郭正亮合作嘛 对不对 其实呢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现在民进党啊 就污蔑啊 造谣这个郭正亮 像把这个郭正亮 用这种方式啊 给郭正亮搞臭啊 但是郭正亮呢 就把整个的视频全部都公布出来 从头到尾啊 从她这个坐飞机啊 在飞机上她自己录的 或者她的团队啊 她有助理什么的 在飞机上啊 然后走出廊桥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三妹他们接机啊 然后呢 他们还是坐地铁 主要是想让她看看大陆的地铁了 开个眼啊 就是买地铁票啊 用什么刷卡呀 刷什么呀 怎么刷呀什么的啊 就跟乡妈佬一样啊 那个三妹之前啊 也没有坐过地铁啊 她说我其实也不知道啊 我也是第一次啊 他们自己调侃自己就说 这傻子是 就跟农民进城一样啊 然后呢 就是坐地铁啊 完了以后呢 还去吃饭啊 有大餐 有正餐 有大餐 还有小吃啊 完了以后呢 就有去那个卡拉OK唱歌嘛 唱歌就他们两个啊 还唱了好几首歌好像啊 那么唱歌的这一段呢 那就是这个民进党啊 污蔑着郭靖亮的切入点了 现在人就是说 他老公呢 就跟他一起的 当时唱歌的时候 他老公就在现场 说有的那些镜头里面 有他老公的 但是他老公就不想出镜啊 说还打了那个马赛克 给他老公 打了马赛克 那就是他老公 郭靖亮就是自始至终 就当着人家老公的面的 什么就去莫黄人家 根本就没有什么 桃色这个成分在里头啊 完全是没有 那么我看到三妹啊 还和那个介大使啊 对谈做了一个那个节目 就在谈论啊 说那个三妹就特别有感慨 三妹说这些媒体啊 怎么会这样呢 根本就没有的事啊 这样的造谣污蔑吗 这不是假新闻吗 明百日假新闻 为什么像这个西方的媒体啊 新西兰澳大利亚什么的媒体 怎么也在传谣信谣呢 然后接大使说啊 说姑娘啊 你是太天真了吧 接大使说我知道啊 大陆啊以前的时候 就是不太明白西方的这一套 就把什么纽约时报啊 华尔街日报啊 路透社啊 什么BBC啊 等等的这些呢 就看得特别的这个高大上啊 觉得他们啊 是什么大的呀 正规的媒体呀 他们所报道呢 就一定是真实的呀 介大使说呢 其实那你不看看就是川普啊 从他竞选开始啊 一直到他当总统的整个期间 到他这个离任啊 那他在记者会上啊 经常就说假新闻 假新闻啊 就是就连他们自己啊 他们自己的总统都不相信他们这媒体啊 他们都是假新闻呀 那中国人真的是太天真了 中国人呢还相信他们啊 尤其中国的这个媒体界都相信他们呀 这个我们是看到的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那年啊 刘欣啊和福克斯的电视台啊 那个女的 就是他们两个啊 要在电视上啊 什么进行辩论啊 什么的啊 后来其实呢 根本就不是辩论 那刘欣啊 大拍那个福克斯的那个马屁啊 都是说的都是好话啊 说哎呀 我能收到你的邀请啊 我感到无比荣幸啊 什么的那些话啊 就说明了什么呢 就说明就是咱们中央电视台的啊 大名鼎鼎的大牌主持人记者啊 刘欣这样的都不能够看清楚 美国的这些媒体啊 还去追捧他们 把他们看的特别的高大上 实际上福克斯电视台在美国呢 是被孤立的 是最臭的一个了 其他的呢 现在可能最被孤立的呢 就是CNN了 那么还有其他的 像包括什么纽约时报啊 他们这些个媒体啊 你要是你去到美国 你去问问啊 到加拿大也行啊 你去问问那些当地人啊 就是你对媒体说的话啊 你认为他们是高大上的吗 你认为他们是绝对真实的吗 他们就会告诉你说你太天真了吗 你太傻太天真了 你相信他们啊 我记得呢 我儿子那会儿还上高中的时候啊 有一次呢 我就说一个什么东西啊 我儿子说你听谁说的啊 然后我说是美国啊 官方啊说的 我儿子就是说那个 政客说的话你也信吗 你知道吗 就是我儿子他怎么知道 他说在学校里的时候 肯定是同学啊 都这么认为的 对不对 他们同学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那老师怎么认为的呀 老师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他整个社会都是这么认为的 你知道吗 他们都是有目的了 为了某一个 为了说明某一件事情啊 什么谣言都敢说 什么都敢说 也就是说啊 通过郭正亮这件事情啊 起码就让这个三妹明白了 哇原来他们啊 这么没下线 这么能造谣啊 真的是啊 三妹就说啊 这事如果不搁到我自己身上的话啊 我真的是想不到啊 哎呦喂 你说搁到别人身上 他们就不信啊 搁到自己身上 他们才信啊 说到这儿呢 刚才啊 就是刚刚我这电脑那样发生的事情啊 就说他们啊 掩盖事实啊 什么的 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我呢 是用那个 Chrome啊 这个网络浏览器的 这个Chrome 就是Google的一个产品了 对不对 是他们的一个产品啊 那么我刚才啊 就在读网友 转发给我的那篇文章啊 就是中美海上拼磁刀的那个啊 我跟着读 还好啊 是我读完了啊 嘣 就跳出来了一个广告啊 然后呢 我就想把这个广告给他关了啊 那我把那个广告呢 那个叉点完了以后呢 他就说呢 你喜欢这个广告吗啊 然后我就告诉他不喜欢啊 然后呢 他就说啊 你希望以后还看到类似广告 我说不喜欢啊 不想啊 就是回答的那些问题都完了以后啊 然后呢 他就出来这个界面 就说 我们以后再不会显示类似的广告啊 那你不显示 你倒是把这个 让我关了 然后我还看我的文章啊 他不啊 那篇文章全部给我打黑了啊 然后就显示他这一页 上面写着 以后再也不会显示这个广告 没有任何的差 我可以给他关了这个窗口 就没有 就不让我看这个文章 你明白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他们西方啊 你说要命不要命 我看有的人说啊 那你要不喜欢西方 你为什么移民西方 你为什么还待在西方 哇 你这个东西都说来话长了呀 对不对 以前我还不是被他们这个洗脑吗 觉得他们好 对吧 觉得他们好 才来到了西方 那来了以后 我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我要是不来的话 我有这个第一手资料吗 我有这个亲身体验吗 就跟这三妹似的 他以前没有听说他们假新闻吗 美国总统听着说 假新闻假新闻假新闻 对不对 你没有听说吗 但是呢 他就是不相信 对不对 等着他自己啊 被污蔑了 啊 他才知道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也是啊 直到美国污蔑中国呢 说啊 对新疆是种族灭绝以后啊 全中国人民就都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呢 美国你这么污蔑别人啊 那个被污蔑的人是最清楚你是污蔑的 对不对 除了他们自己啊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说了假话了 那中国人就都明白了啊 中国对新疆种族灭绝 中国对少数民族不要太好啊 是不是啊 好 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